英国首相苏纳克星期四和极限马拉松运动员库克一起在伦敦来逞跑 两个人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谈到了和工作相关的课题 对于民众的不满苏纳克表示自己只能够接受 并且竭心所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苏纳克坦言和国家安全相关的决定带给他的压力是最大的 而他的信仰也就是新都教给了他非常多的力量 绰号最强硬汉的库克最近则是刚刚完成了 穿越16个国家长达352天的横跨非洲的跑步挑战